我们要来讲这个 主义主义 腰杠 腰的一个简短的复习课 一个简短的复习课 腰杠腰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布尔乔亚的科学主义形态啊 他他他的实质就是 布尔乔亚的 科学 主义 意识形态 他为了把它意识形态化这种科学主义那就变成一种实在论啊 实在论 但这种实在论可能是机械的啊可能是机械的 可能是有机的 甚至可能是结构性的啊结构性的 结构性的 甚至 有可能是一种 实用主义的实用主义的啊实用主义的 这种实在论的机械性就会变成一种物理主义啊物理主义 他的有机性就会变成一种 就是社会 社会 构造论啊 社会 社会建构论啊就会变成一种社会建构论 他的结构性呢 就是一个 符号系统的自制性 他就会变成一种认知主义 认知主义 一种实用主义姿态就会变成一种行为主义啊行为主义 在这个过程当中 始终 就是暧昧的一点这个意识形态的丑闻就是他的丑闻或者他的暧昧性 他的暧昧性 爱爱暧昧的爱我想写成的暖昧性 就是呀就是横横啊不要写成盖头啊我写的看上去像实际上都是很他丑闻的暧昧性就是他实际上是想 在 啊在这个科学主义之外 之外 还有 啊 一个人 啊人的一个地位 地位还有个人的status 人可以在这个 这个图画当中有个status 就始终他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就看上去他好像他实际上这些体系通通都是人类中心中 人类中心主义的 你觉得他都是以人类的比如说物理主义实际上都是以人类视角下的那些模型论啊 人人造模型论作为这个 实在的化身啊 为终极担忧为终极担忧为人类的命运的 结后的结后主义的方系统就是那个功能层啊 或者说我们叫他这个设计层那个设计或者我们叫软件层 软件层 软件设计软件那一层就是心灵的那一 智性的那一层心灵是个设计软件的层面 啊不是硬件层面硬件层面那时候这个心灵的设计软件层面这种一个功能的这个层面 含向的这种一个层面他具有他的什么 就他的独立性 具有他的自主性啊 具有他的自主性 他是个结构主义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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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中心主义的翻版 人类中心就是认知主义尤其是为了 啊 使得 自信的意识的这些这些这些模型可以 和物理的 就是人其他的他其他也是人造的 no no less than也是人造的 no less human 啊或者这个artificial than 这些啊这些意识模型啊 就思思想的功能模型 他就是想要把这些模型和这些模型就是看着是平等的 啊把人类的精神看成是和世界那些真实那些东西是有同样的本体论地位的 最后这个行为主义其实也是的 看上去他是反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反人类中心主义的 啊 那实际上 他反的是那些 被操作的 那些会被操作的人类 那些会失控的 操作的一些被操纵的那些人类 啊罪犯啊自闭症患者呀啊那些就是说还处在动物层面的那种啊就是比如说那个流水线 就是在布尔乔亚眼中处在动物层面的流水线公认啊怎么让他们 用伏特质啊让最高效率啊 所以这个行为主义啊 他实际上还是人类中心主义只不过是 这我们可以叫做他是那种人类的中心主义 啊 高种性人类中心主义 那些高种性的人类他不会出现在行为主义的视线之下 视线之下 啊行为主义研究的视线本身是由这些高高级高级布尔乔亚 啊这些鲁勒这些家伙来投射出来的 所以行为主义是 罪尼巴人类中心主义的 他不要弄个模型不要弄个 结构符合结构他不要弄个什么发生学机制 或者一个冲突的一些因素他把人类直接变成这个场域的 至高视野 行为主义 心理学家的视线 什么样的视线可以和这种心理学的视线 变成同样的社会 很有强力的 可以操作可以控制社会运行的这种视线 这些人的视线 这些视线就是 最什么人类中心主义的 最人类 而但是这个这个是我们就知道这种人类就是可被 这个布尔乔亚的这个 生产关系 中心化 中心化当成目的 当成目的的 当成目的 他们的幸福才是布尔乔亚的这种科学体系的一个目的的 这些人类 他们的视线 他们的 造出来的模型 他们本身意识的那种运行方式 他们整个这个 才是有价值 才是有益的 所以这个布尔乔亚的科学主义 意识形态 他最后这个场域啊 一字头这个场上面这个一字头归根结底是 人类 中心 主义的 世欲 是一个 以人为目的的一个世界啊 但这个人都是通通的就是 布尔乔亚 布尔乔亚 乔亚 男权 就是支持者 男权主义支持者 当然就是说 就是这个男性 这个男权主义不是指的就是说男人 而是指的那种 负姓 律令体系啊 负姓律令体系 布尔乔亚的负姓律令体系 什么是高雅的 他规定了什么是间隔的什么是高雅的什么是文明的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正当的他不是一个负姓话语的一个律令体系 他是他在符号性上他是一个主人话语是这个意义上说他是男男权的说男性他是个master master discourse master discourse 明白吗所以 我们必须为什么我要重复讲一下1-1我们必须以这个布尔乔亚的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摧毁他 要揭露他 我们要揭露他要摧毁他 然后我们才能提出我们自己的4-1 这个4-1实际上是普罗大众的 普罗大众的 一种科学 普罗大众科学体系 普罗大众科学但是由于目前的现实状况是科学 实在论的话语作为意识形态他是一个很强的很强势的意识形态 所以我们普罗大众的 科学体系他的切入点他的切入点 是批判性的是批判 先是批判性的先是批判 而且往往先是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批判 因为不进行这样的意识形态批判不把这些 啊成形的话语体系当中的意识形态性给你揭露出来 就不能够在 这么一个 所谓的人类啊 就是人类就是高级波尔乔亚吧 就是人就是那个律律底下那些人 那些记得例子 所谓的人类的 中心主义的这个诗语 你就无法摆脱啊 你就无法摆脱 我们要摆脱他的话 就是要通过意识形态批判 所以我们要说4111的第一个 集 啊 我们可以说的是 某个 the ideological critical critical the critical of some nation state 还有 humanity nation state humanity 就民族 state 还有这个所谓的普遍人性的这么背后的那个意识形态批判 这是首要的 首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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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m那边就是 deutsch 啊他就是德意志的对于deutsch ideology的批判 或者germany 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 首要的 这个意识形态 自己宣称自己是最代表普遍的人类的 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德意志的 是有深重的 呃这个 民族性和 和这个 当然和也是狭隘的这么一个 普鲁士的啊 他的 中央权威的那个性质在那边 或者说和那种 因缘而生的 当时的那个 状况啊 哎呀我多说不能说了我考量普鲁士我都不敢多讲 好吧 那大概我们 这门复习课啊 这个我们知道1-1的批判是 为4-1的这个 学习作为铺垫的 铺垫 铺垫 所以要要先要把握好 认识到我们 现在啊 现在的这个 布尔乔尔的科学 呃 话语的体系和以及支撑这种科学话语体系背后的那个价值性的律令体系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以及什么是 他为你构造成什么是现实的什么不现实这里其实我们会发现有个分裂啊 会有一个交叉分裂其实很有意思的交叉分裂就是 啊 那种仆从性的 仆从性的啊 信的这个 呃 布尔乔亚的 布尔乔亚的这个学术话语啊 布尔乔亚学术话语 他给出来的答案是关于什么是存在 而那个主人性的 而那个主人性的这个 啊 capitalist的这个 这个价值话语啊 价值话语价值话语或者权威价值权威 他给出的 给出意见或者给出的律令则是 应当 应然 这个时候就有个交叉了 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 啊 呃 本体论 义务论 说伦理学 伦理学 我们 理论家就有机会了 你会发现理论家就有机会了 就是说理论家就会发现 哎 弱的一个他拿了一个更重要的东西 强的一个他拿了一个不太重要的东西 所以理论家 他特别是m他会切入先干这个先干这个先干这个啊 先打这个把他的这个 什么东西存在什么东西是现实的那种话语 何为何为存在啊存在者 何为现实啊 何为真实这些话语 直接是是存在性的什么是啊 什么是这个是 谁敢干掉这个比较弱吗 因为他是普通性的啊 这个比较强 后面完期的时候再干这个 这个太强了 太强了 他这里的价值化语本身价值权位本身也会那个 他是也会通过一些机制变成实然的也会变成看上去实然的也就会 为 客观化 客观化 哦 他客观化不是客体化啊 objetivized 他会 objetivized vice vice 会客观化 但是不是客体化的不还不是object objectification objectification 他不是客体化这两个词要分享他德文里面词也不一样的 这里只是客观化这个东西会把自己客观化变成变成这种 这个价值 权威就会把自己变成这种价值性的东西就会 价值性的判断就会变成一种客观性的一个判断 客观性的判断 但是他还没有走到那一步直接变成客观的东西 他永远会有个 会 直接变成客体他不会直接变成客体啊 他不会就是主人性的话语就大家都知道他是虚的 大家都知道他虚的什么什么什么是布尔乔亚的雇佣制下的职业道德 大家都知道他虚的他不会变成一个客体变成一个硬的一个现实的 所以他他有他的无能的地方他有他的无能的地方 也就是他不能够凭空造出那种模型来 啊这种模型是明显的反社会生产规律的这些模型然后说他是实在 但是呢下面这个普通性的学术话语或者大学话语或者科学主义话语呢 波尔乔亚科学主义话语他则可以 宣称一些模型就是 就是现实现实物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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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真的 所以先干这个这个比较弱上面这个而这个弱但是他的权重大他这个要害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上面这个弱 所以我们很多哲学家先干的话都是先挑他的本体论的干他本体论你知道吗 好吧我们这里就讲清楚这关系了啊那些这样就讲到这里